平川说了你今天天天聊不说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来自于林呱呱的非主流对抗 据说本场对抗打得非常的刺激 有很多观众给平川留言 说一定要做这场对抗 好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希望大家点一个关注 满满欣赏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EI回音道 应该算是OF的EI 上面还多了一个框 出身在地图右边是蓝色的兽族ID林呱呱 我们国内的阳光兽族刮神 好像林呱呱最近没多久也刚结婚 看他直播好像有点瘦 不知道是不是用力过度 好看一下他的一个对手出身在地图的左边 红色的亡灵IDLIQS 证明亡灵玩家好像见的四十也比较多 和FQQ也是大战了几百个回合 好这一次他遇见了林呱呱 又是另外一种非主流 看他的小心脏能否受得了 首先看看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亡灵这一边 选择是地穴领主 小强 这个英雄 讲究的就是开矿 这个英雄配合骷髅海会非常的强 好我们看一下林呱呱的一个选择 哎又是牛头人酋长 不出意外的话又是牛头人配刀斧手 看看牛头人能否顺利到三 三级之后又可以去闹亡灵家的金矿了 这一局第二个地动安排 看一下老牛练剂的一个效率 一技能还是升光环 亡灵的话也是力行侦查 然后看他这个方向 这个走位 哎应该是往分贯走去了 好地穴领主 哎居然没有卖TP 看到没有 他买了粉 他默认对方是手发剑身 但是林呱呱打得非常阳光 怎么会用剑身呢 是不是 来了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首先招骷髅 招小甲虫 前期的召唤物有点多啊 来了 这三个怪 你们受死吧 小强居然没有卖TP 打得还是很谨慎的啊 好 我们看一下牛头人 开局一个攻速手套 家里第二个大忌出来 牛头练完这个点 刚好 嘿 上电好了 攻速手套直接卖掉 那亡灵这一边 看一下五级蓝胖子倒下 能打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贵族投魂 好东西啊 来了 现在分框的话 已经有两个小士生了 通灵塔安排一波 这里召唤物也非常的多啊 继续练吧 马上练到二 另外一边牛头 金光一闪 我到二级了 二级之后 闪个冲击波 当然 这个好的话 赶紧到三 三级之后 佩服刀虎兽啊 可以去亡灵家里 搞一波 这张地图的话 看到对方那么久没有过来啊 应该是拆个七七八八 对方要开矿 来了 这里 能不能够到闪电队呢 看一下 哎 够了个进化 买了个环笔 加加血 家里的话 终于开始升二本了 从时 大计一直没有断过啊 一直在造大计 刀虎兽 王林这里 也是一路链 变完这个点的话 大概是二点五级了 看一下 小强 这里打了个电盾 直接卖掉 买了个鞋 没有买单船啊 鞋子买了 比较灵活 跑得贼快贼快 老牛 看一下 这里能不能整个蓝牌呀 就等你了 有蓝牌在 牛头就玩得很爽 打了一个雪牌 嗯 还行吧 这张地图 由于有中间 有一个世界啊 有一定概率 可以刷到非常不错的装备 像这个商店 是吧 装备是固定的啊 但是这里的装备 哎 有时候看运气啊 好装备 也有可能刷到 我们看一下 老牛 现在差个28点经验值 到三 练完这个点 直接到三 三级这 看起主矿 还是去分矿啊 亡灵分矿 冰塔先造起来 是吧 这个防守 还是要做到位 这边 抢了兽族的一个矿 打了一个 加五的攻击之爪 来了 现在亡灵 带着大批的召唤物 来了啊 那兽族家里的话 现在 二本还没有好 第三个地洞在造 嗯 这一波地洞 看能拆几个 老牛 要不要回家呢 还是直接和对方对冲 对方有分矿啊 给你对拆 他还是蛮开心的 好 上来 先拆掉一个 正在建造中的地洞 然后再拆你一个战争模仿 小强往后靠 继续召唤 老牛 来了啊 一看 呵 既然背着我偷偷开矿 是吧 那 看看牛头的拨 一个拨 这个拨拨的一般吧 拨到两个小农民 好 绿皮黄皮 一顿输出 先把小师生赶跑 这一拨的话 嗯 战争模仿也没有好 那战争模仿美好的话 意味着生不了这个城防 小强这里 哇 六个 五个小甲虫 一直在拆 首先把你商店给拆了 这一拨双方 换的有点惨烈 亡灵 矿盖子 分矿矿盖子也结束了 小农民想抢修吗 想的有点多 巴不得你回来 我老牛 一个一个把你们给送走 另外一边的话 哇 又一个地洞被拆 哇 林乖乖 这一拨不会被拆没了吧 幸好啊 把对方的这个小口处理的差不多 现在就靠小甲虫再拆 小强靠这个召唤我还适合吗 好 老牛 也是一定要把对方这个冰塔给拆完才赶走 否则我都不想回家 这里也再继续拆 五个小甲虫 一直在拆 现在可以考虑再召唤几个小甲虫 这一波 林乖乖 疯狂修疯狂修 哇 修住了 修住了 小强要赶紧走 老牛 一个波也带不走对方 好 环皮驱散一下对方的小甲虫 这一波亡灵处理的还是很不错 虽然说我分矿丢了 但是对方的主矿也被我弄的 蛮目创伤 小强不走 我就希望你再去搞我家 我来搞你 这边看一下林乖乖 没有带回城哦 这一波没有回城 好 先中间练一波吧 就知道你还会来 是吧 杀个回马枪 我家里的话已经爆好了两个兵 商店继续被地方给拆掉 地洞钻进去防守 好 一个生血的小苦工 没有掉 可以了 这一波看一下老牛 乌鸡 打了一个抽篮棒 可以的 老牛到时候可以把小强的篮给抽掉 甲虫处理掉 商店赶紧造 赶紧造 这一波双方 换的惨烈 那目前王林的话 就靠一个英雄 好像有点换不动 还想再来拆 我就是不让把你的商店给造好的吧 你商店造好 补给做好之后 那我家里还有的安宁吗 哎 他是不是还想再拆一下战争魔法 但是自己的话 状态不是很好了啊 小强 中间是级炼丸 到四了 这边小强三级 等级落后一级 王林 分框继续造 不两个通灵塔 刚才一个通灵塔没守住 不两个 这个点的话 刚才已经被小强给练完了 那老牛要不要买个单船呢 现在受阻的经济 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好啊 好单船 没有买鞋 这边家里重新造战争 魔法商店 兽篮 澳本科技 虽然早早就好了 但是这个冰处的非常的慢 哎 老牛这一步来的时间 非常的完美 对方矿盖子还没好 直接墙拆掉 不过牛头没有回程啊 没有回程 有单纯有无敌 可以的 这边抽篮棒 可以抽一下小强 把小强的篮给抽掉 矿盖子拆掉 可以的 单框打单框 还是有机会 如果单框打双框 那还是有点危险的 老牛又一个波 这一波的话 他想把对方英雄给带走 小强身上没有回程 老牛有无敌 哎 可以把对方英雄给杀掉 哇 这一波有点赚 可以的 杀完之后直接单传 接下来大技 跑了几个 这边能跑掉吗 能跑掉吗 不过对方杀完大技 也吃不到经验值 两个大技被对方给留下 这一波 双方又是晃得惨烈 但是老牛甚在吃到了经验值 对方的话 虽然杀了两个大技 但是没有吃到经验值 老牛现在4.7级了 哈 马上就要到5级了 亡灵 这个分矿 真的是多灾多难啊 重新建造 科技情况 阿本已经升好了 放下了诅咒神殿 后面看看 要不要转点骷髅海 想法是很好 转骷髅海 可惜自己的经济跟不上 好 三级想强 直接买活了 买活回家 赶紧去买点道具啊 这里林呱呱 想练一下分矿 可惜分矿已经被对方给抢掉了 那过来练一下这组小鱼人吧 练完之后 差不多就到5级了 5级之后 是吧 三级冲击波 这闹的闹牛精化才强呢 亡灵现在的经济咋样 木头还可以啊 刚才的小狗没有拉过来战斗 然后经济稍微的有点差 主要是分矿的经济 确实一波三折 好 老牛马上要到5级了 5级之后 嗯 毁天灭地啊 这个冲击波 好 牛头人酋长 5级了 这边家里 我们刚才见识了对方这个小甲 从召唤物的一个拆架能力 塔还是要造一造的 城坊在升级当中 城坊一升 黑水泥塔 水泥地洞 那就比较扎实了 好 这里拉了个小骨 两个小苦弓 嗯 先造塔 再造矿 矿还是要开的 这里 牛头人酋长 要过来小试牛刀了啊 我的三级冲击波 诶诶 站个好位置 看能冲几个 好 冲三个 一个倒下 小强来了 这一波再杀一条小狗 呜 这里能不能冲 我四个小甲虫 环匹先驱散一下 临死之前驱散一个 这里 灵瓜瓜想杀英雄 哦 非常的有想法 哎呀 可惜没有围州 陆小凤了 被他往钻了出来 好 这一波波 三个小甲虫倒下 牛头 不知不觉 又5.3级了啊 现在小强的等级卡在 三级好久好久没动 哎呀 走过路过 往一个 现在亡灵 分矿终于开好了 灵瓜瓜 也在开分矿 现在牛头人 称自己有个等级优势 好 亡灵现在疯狂的补塔 牛头人又来闹矿了啊 又倒下一个农民 两个农民残血 这里 哎呦三根塔 马上有三根塔了 老牛老牛赶紧走 你现在没有六级 千万不要嚣张啊 见好就收 打不过还是跑 这边一波部队 想中间截对方的一个冰 刚才截个库尔法师 爽歪歪 现在小强说 哎 上天给我点经验值吧 我就想到三级 到四级 这三级卡得太久了 看一下 老牛都快到六了 又来了 老牛身上的蓝不是很多 没有回山啊 好我就希望你来修 哇 一个波把你们给带走 现在亡灵分矿 哇 四根塔 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这个经济投入到防守上越来越多 老牛头又杀掉几个小尸身 哎 身上的话有单纯啊 问题不大 这边绿皮 被小强给处理掉 小强说 谢谢大哥 送了一个绿皮 我终于到四级了 老牛一看行事不对 赶紧单纯完 说万一小强睡上有了 戳我一下 我就单喘不了了 好 小甲虫第一时间 发现兽足在偷分矿 我好像有点晚了 小强带着大部队想去拆 这里牛头人 嗯 5.7级了 身上的话 来一个抽篮棒啊 家里也造个牛头人头疼 感觉 两个牛头都要出白牛 这不出白牛是真不行啊 对方后面疯狂招呼啊 这些酷了 还有小甲虫 一根塔 能不能守住 牛头人 来了啊 身上有个抽篮棒 先抽一下小强 抽一下 可以身上的话 还有一个蓝瓶 可以吃掉 这一波抽完之后 小强 吃个群补 补个状态 就强拆 强拆 一定要把对方这个基地给拆了 可以 拆完基地 马上走 没有回山啊 双方都没有回山 打得很拼 老牛 好 直接把蓝瓶吃掉 剥掉两个小甲虫 牛头现在5.8级了 离6级大进 越来越近了 6级一到 哇 又剥掉两个 这一局 牛头人求长 杀疯了呀 哎 这农民已经准备过来 采资源了 可惜 这个矿被迫取消 牛头人 商店 分矿也去造个商店吧 多造点商店 补点蓝 亡灵 现在好 双矿运营 三本刚开始剩 亡灵这个科技 也是非常非常的慢 受阻 依然还是二本 没有去剩三本 刚才确实 也被骚扰得很难受 好 这边开始转狼旗了 转狼旗白牛 白牛的话 对付一下对方的骷髅 老牛这里 要整个无敌呗 要不要整个无敌 回程之类的 资源不太多 无敌安排好 小强终于趁机来练个点了 哎 牛头人隐身 走过路过 一个波 哇 直接把盒子冲掉 老牛六级了 六级之后 嗯 可以横着走了 牛种你弄我 哎 我就站个好位置 一个波 拨完 把我的蓝全部用掉 然后又满血满了复活 小强 不要想太多啊 不要给牛头硬钢 牛头巴不得你跟他硬钢 来来来来来 卡个位置 可惜只有一个老人气啊 两个老人气 这个小强就有点走远了 来了来了 哎 有个绞肉车 呵 这玩意儿一定要拆掉 这不拆的话 后面源源不断的有失利啊 招骷髅 好 三下五出啊 哎呀 这个设计没了 老牛一个波 哇 四个全中 四个全中 现在老牛 六级大招还没有发挥的空间是吧 这里亡灵想围杀吗 哇 又一个波 这边骷髅又到下一片 骷髅法师 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啊 打了15分钟 牛头两万二的一个伤害 小强只有五千九啊 这个输出相差有点多 哎 白牛有没有生好驱散呀 这么多小甲虫 屁呀 驱散一下 把尸往歪歪 牛头 赶紧赶紧是吧 我就差一滴滴了 可以把我弄死呗 不弄的话可以自己来弄啊 哎 甲虫甲虫 牛头有光环 跑得贼快 这里两个狼旗 好 把大哥给弄死 这让你涅槃重生 是吧 卡木 鬼牛 确实有点鬼 闹鬼精 闹牛精矿 闹鬼精矿 变成闹牛精矿了 好 六斤牛头倒下 满血满蓝 站起来了 这里中间截 哎 又有骷髅法师啊 分框 终于是好了 不容易 六斤牛头 确切的说是 六点八斤的一个牛头 这一波输出打满 满血满蓝 王林现在赶出来吗 诅咒神殿两个 好 王林要转了 转型了 他要转空军了 本来想用骷髅海 发现这个车子保不住 牛头这个波太厉害 没有车子就没有尸体 还是转空军吧 这个牛头地面太猛了 天鬼 再加上冰龙 想法很好 但是这个资源能不能支撑呢 目前来看 木头稍微的有点炸啊 小强 4.5级 对方已经7.1级了 哇 这个牛头真的是杀疯了啊 牛头 哎 这两个天鬼给自己挠痒痒 挠不太动 这里先把这个女妖给处理掉 女妖给你上一个诅咒 把个牛疯狂密室 拒散掉 白牛 你疯狂的造白牛了 牛头牛头 找个好位置 要不要拨他一下 好 白牛驱散 驱散加拨 小架虫直接倒下 这一局亡灵 为牛头提供了N多的经验值 接下来怎么整呢 冰龙想出 牛头现在六级大招 还有一半多的时间 还要复活 那还是先撤吧 白牛的蓝也不多了 哎 要撤了 要撤了 这白牛要是狼奇倒下 对方倒五级也不好玩啊 好 撤了撤了撤了 两个人都见好就收 亡灵在等冰龙 等我冰龙大军一到 看你牛头 小小牛头还敢嚣张 但是林呱呱已经 哇 自爆已经开始准备了 就是顽客对方的一个兵种 你出召唤物 我来驱散 你出空军 我来出自爆 其他牛头自由发挥 升三本了 三本马上升好 双兽篮 狼奇 自爆 分框开好 舒服 双框打框框 现在小强 4.7级 哎 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点练完 练完之后倒五 没有倒五级 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 林呱呱回家补给了一下 好像又想来了 哎 好久没有逛过中间 这个市集是吧 采购一下 有没有蓝牌 买一个 身上的话有一个智力加三 智力加三加蓝牌 可以 一个蓝牌啊 增加上限魔法值100点 可以的 现在505 再整一个就600多了 牛头又要过来吗 看一下 现在王林想练 波 中间这共用兵具 还没有练完 有一个兵龙了 这一波能侦察到吗 看一下 好 林呱呱先去分框整一波 然后自爆 黑看见了看见了 对方有绿帽子 等一会等一会再上 再数量起来 好 牛头又开始闹对方的金框了 这闹鬼金框变成闹牛金框 哎 你属实无语啊 狼奇 好 又一个波 狼奇的攻准能力还是很强的 防御力进来46人口 林呱呱是49人口 这里六级大招 还有一丢丢时间 好一个波 直接把矿盖子先翻在地 怎么办 狼奇倒下 哎 这里想把牛头给留下 牛头有无敌 好 直接单船走 你刚戳完了 哇 接下来一发戳 还要有点时间 暂时戳不出来 牛头顺利逃脱 家里的话 狼奇换白 换换这个自爆了啊 就等你这边的经验值了 哎呀 白牛 现在状态不是很好 好 分框有商店 有商店就好啊 赶紧贴药钢 这一波打完的话 王林1800的块钱情况啊 哦呦 王林这个荆棘还很好啊 就是木头有点炸 来了来了 想冲这个分框 自爆 哎 看见对方那么多空军 牛头必要是 口水都流出来了啊 这一集能不能到十集 就靠你了 牛头找个好地方 拨他一下 哎 有没有占好位置 拨 好的 一个女妖倒下 再来一个波 冰龙来了啊 拼一下老牛 叭叭叭 全部爆过去 冰龙直接瞬间解决 天鬼 全部没了 牛头直接升到八级 我的天哪 我这自爆还来还来 那王林怎么办 受阻双矿经济出自爆 这个经济完全负担得起 来了 这里赶紧 小强垫后 千万不要让牛头 碰到自己的这边女妖 哎呀 这个牛头给炸死了 关键牛头 六只大招又好了 我八级牛头 又可以跟你拼命了 王林怎么办 这个王林这个兵种 老是起不来啊 还有一个波 哎 波完之后 感觉是不是闹一下金矿 比较好 不然闹金矿 感觉对不起 牛头自己的这个身份 还有一个波 自爆来了 就等你的空军 来 啪 王林要是有经济的话 把攻防省一下 多好 最起码把防省一下 不升防 一个自爆爆个天鬼 可太赚了 牛头 牛头 把我弄死我 满血满蓝复活 哇 又一个波 哎呦 老牛还有二级的踩 一级踩了 自爆又来 把牛头倒下 马上满血满蓝站起来 这些小狗瑟瑟发抖 我们拼命把他搞死 结果他又站起来了 好 这一下两个通灵塔干掉 又开始拆 这一局 亡灵的心脏 也是大心脏 这个牛头 整到八级了 哇 又一个波 牛头身上有无敌 有单船 小强扭住 你敢戳啊 你戳啊 我就走 老牛踩一脚 然后又一个波 哇 打到现在 牛头人已经三万七的一个伤害 好 无敌一将 哎 平A一下 带走一个 哇 这埋伏了一波蝙蝠 这 冰龙 刚出来 又被带走了 天呐 我觉得一般的亡灵玩家这个设计就是怒衰剑盘走了 但是他觉得我还有机会 是吧 我只要空军的数量比你的自爆多 我就能赢 这里自爆又来了又来了 打完这一波 小强打了一万零三的伤害 老牛三万八 将近四万了 这个输出差距有点多啊 牛头九点一级 只能说冰龙 天鬼经验值是真的多啊 牛头九点一级 好 回家先补个状态 就完成 蓝皮巨魔来了 人口四十九 林光光一直在压这个五十人口以内啊 这样采换效率最大化 自爆自爆 又一波了 牛头 赶紧把装备捡起来 看看中间有没有再有合适的蓝牌买一买 现在王林在家等 等对方主动进攻 绿帽子的数量不太够啊 老牛三级冲击波啊 真的是杀疯了 王林分光还有七千多 兽足八千多 主框这边六百多 好 六百多 主框马上要采完了 牛头还很贴近的整了个电球 哎 我能对空了啊 好 看一下中间这个市集 有没有刷出理想的装备出来 这一家是能出三四个蓝牌就爽了好 第二个蓝牌到手 来了啊 现在六百五的蓝了 这个牛头有点恐怖 自爆 先把对方的一个甲虫给处理一下 牛头 这里要不要弄个隐身 隐身开团 吓死人 王林现在的荤框好赶紧在补塔 哎呀 全员绿帽子套起来 牛头隐身安排好了 好 买了个鞋啊 跑得贼快 这个牛头二级光环 三级彩地板 嗯 还有一个鞋 哎 又开始闹金矿了 九斤牛头闹金矿 可不是说着玩的啊 一个拨 哎 最近拨的拨的不是特别完美啊 你要拨三个才合格 他拨的是两个 好 自爆的数量有点多 王林 还继续投铁出空军 牛头 三下五出啊 把这边的农民处得差不多 好 接下来处理小狗了 这有点过分啊 好 一个拨 三个小狗全中 再踩你一脚 呵 踩地板 冲击波 踩地板 冲击波 好 空军来了 我就等你来 自爆有没准备好 来了 啪啪啪啪啪啪 啪 哇 牛头 这一波爆完之后 九点六级 又踩你一脚 阿兜给 再冲一下 好 王林赶紧吃个裙补 抬一下 最没有裙补的话 又要倒下一片 想象再戳你一下 老牛会被带走 老牛对有句大招 还没有好 赶紧走 赶紧走 交个TP 这九级牛头 这九级牛头千万不能打 经验是杠杠的 好 这一波打完 我们看一下 王林还在苦苦地防守 王林也就前中期 稍微反抗了一下 后面都在家做防守 牛头 九点七级了 哇 马上要十级了 太恐怖了 四万三的一个伤害 这一局能打到五万的伤害吗 但很多伤害 其实是空军 牛头没有发挥的空间 王林还在手 又整一个冰龙出来 终于升了一房 主框已经踩完了 开始卖建筑 王林 是把这个 常规的一个策略 卖建筑 赞签 小强 练个744 赚点钱也可以 分框这边六千多 这边六千多 好 这里继续整四棒 然后压五十人口 牛头 这个状态又恢复的差不多了 两个蓝牌 等一下捡起来 王林现在44人口 王林这个经济一直起不来 这个自爆太猛了 小强五级 身上有个靠模 也有个蓝牌 不错 看一下牛头人球掌 好 这个状态恢复的差不多了 终于破五十人口了 破五十人口 牛头我来了 六级大招又好了 这里看一下有没有蓝牌了 再整一个 三个蓝牌的牛头 多爽 等了一点久 好像没有第三个蓝牌 那没办法 两个蓝牌打到底吧 牛头 1400的选 605的蓝 王林要主动进攻了 路要自己走出来 不能被动防守 好 王林 再一次主动进攻 这个时候牛头一个人来了 这个时候牛头有六级复活的 那不怕 我这么多自爆 白牛也冲过来 现在只要把蓝牌给端了 王林就没有精进 好 一个拨 这个拨 协会了 拨了三个 刚才一直是拨两个 拨完之后 一刀一个 打收割 这里再拨一下 奥都给 屁呀 两个统领塔直接拆完 究竟牛头拆的太快了 好 又有一个冰龙 我自爆又来了 后面那么多天鬼 但是后面自爆也很多 一个波 牛头 六级大招可以复活 好 先顶个无敌 再撑一会儿 踩一脚 再阿兜给 放个波 自爆又来了 叭叭叭叭叭 十级牛头人主掌 这 踩一脚 一个波 能不能杀死 六级大招 又复活了 小乔 蹭不到经验值 老牛再踩一脚 压一个波 这起死回生的 输出太高了 五级小乔 好像 吃了一个群补 老牛 阿兜给 又一个波 直接把五级小乔给干掉 王林 怒推游戏 受不了 这季我们看一下 老牛打了 五万四的一个伤害 王林 心理承受能力 也非常的强 能坚持到现在 十级牛头 满级了 好 我们恭喜林呱呱 再一次 完成了一次 非常秀的闹牛金框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